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顶级庞若游轮日历后 预计3月24号抵达基隆港 并以基隆港为母港 推出11天的日本奢华行程 每人要价26.5万起 行程一推出竟然就秒杀 而基隆港今年总计有72行次的游轮 议长同子委呼吁市府要做好配套措施 法国顶级庞若游轮日历号 预计在3月24日停靠基隆港为疫情趋缓后 基隆港迎来第一艘国际游轮 疫情之前我们曾经申请过三次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被延避掉了 那我们2024年有一艘同样的 2024年的3月23号 有一样同样的船 比这个船更新的船 会到基隆港靠岸 那应该讲2024年目前一艘成长 但是我们船公司 目前还有三艘船明年会来台湾 旁若游轮推出了探索 日本岛屿之间的秘境和美景 用探索南北极的深度和跳岛玩法 规划是一天日本奢华跳岛行程 每人26万5千元起 去年开卖当日就秒杀 我们这艘船坐门可以坐264个人 那去年的7月9号 在台北销售的时候的秒杀 大概两天之内 几乎是所有的140个位置都销完了 魁为两年 金融港终于迎来了国际游轮 议长同志为希望市政府能够尽快 提出完整的配套计划 疫情刚结束 那在面对疫情后的时代 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角色 都要加紧上紧发条 不管是经济面 然后包括我们金融港 准备要起飞起航 那游轮公司 那我想相关的配套 也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可以加紧脚步 那我想金融市议会 跟金融市政府会紧密的合作 当然我们会做好监督制衡的角色 希望金融市政府 可以带动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的发展可以更好 疫情解封 金融港股分公司 今年收到了90个行次的 国际游轮预报 其中金融港有72个行次 包括32行次 将以金融为游轮母港 市场行次为挂靠港 接下来可以预见 游轮旅游市场将逐渐的复苏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谢国梁 再度到市区街头 视察行人友善政策的执行状况 在警察局长跟交通处长的陪同下 一起向市民宣导 呼吁车辆要礼让行人 画面上是人来人往的信一路 与异一路口 金融市长谢国梁跟警察局长张树德 及交通处处长王震宏 一起在路口转角观察车辆礼让行人的情况 持续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谢国梁指出 也乐见于中央预告修法 将把车辆不离让行人的罚还提高到3600元 因为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跟这个子女推着长辈 在基隆市行走 我真的觉得安全安心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谢谢警察局跟交通队 张局长张队长都非常的认真 在农历年级农历年后 都在宣导这个概念跟计划 那中央非常感谢 最近也开始重视起来 以前过去我们是裁罚的标准 现在听说都是罚上限 假如有不遵守行人的话 中央指示 未来都是要裁罚3600 那这是很重的一个罚则 可是也代表了大家 不分地方 基隆 以及中央全国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决心 就是车子碰到人 尤其是在绿灯 走在斑马线上面 一定要礼让 我希望这个会是 不管是未来基隆的行人 跟城市的一个文化 也是未来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在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在农历的除夕 大年初一 初二 初三 市长都带我们到我们基隆的 重要的路口去执行 那一个时期是宣导 加强宣导 不过现在已经宣导一段期间 那我们配合这个交通部的修法 他有预告三月份 他要提高到3600 所以我们现在是双管齐下 你们在左边看到的是宣导牌 那在右边有冲 有搜证 那如果说这些驾驶人 不离让行人 我们就按照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44条跟48条 依法来给它开罚 那也呼吁我们这个驾驶人 因为你有可能也是一个行人 因为你要去开车前是行人 你车子停好下车 你也是行人 那你将心比心 如果能够用同理心 我想我们基隆 包括全台湾的交通会更好 台湾曾经被外国媒体批评为行人地狱 而随着疫情解封 各地观光客还有邮轮旅客 都将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因此谢国梁市长希望透过行人友善的推动 让外地游客对基隆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还有人用行人地狱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台湾的街道环境 所以如果未来我们想要透过邮轮观光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可是我们的车子却不离让行人的话 那这样子对我们基隆的观光 也会有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就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积极努力的 来好好的改善这个城市文化 让大家都礼让有善有爱 那因为疫情 国人也封了快三年 所以现在很多都是报复性的旅游 那因为最近这个市长到任以后 他要让基隆成为亚洲最有温暖有爱的城市 那当然就是从交通做起 市长谢国良推动的干净家园跟行人友善 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 提高整个城市的质感与国际接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七堵烟火嘉年华在吉隆电视对面的广场举行 灿烂的烟火让所有参与民众掌声连连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认为 这样的活动非常吸引大人和小朋友 他也希望能够推广到基隆游轮码头 或是重要景点等地区增加亲子活动 画面上是七堵烟火节的高潮活动 在市长谢国良等贵宾的倒数之下 灿烂的烟火跟音乐渲染了七堵的夜空 参加民众都拿起手机狂拍 希望分享美丽的景象给好友 灿烂的烟火会映在七堵的夜空上 希望一年的开始有一个好兆头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美丽的烟火增添基隆更多喜气 让大人小孩都开心 他也希望推广到其他地区 像是基隆游轮码头或重要的景点 增加亲子活动 好几年了 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恢复了 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稍微天空不作美 下个小雨 谢谢大家今天冒雨来参加 风雨深信心 然后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 在七堵 七堵其实屋地有辽阔 我们可以打造就业基地 也会打造好玩的 国良也预计在七堵的行政大楼 我希望打造一些孩子们可以用的空间 请给我一点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月吧 希望能够把一些空间做得好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希望孩子们会喜欢 家长也会觉得放心 在这边祝大家 这个元宵节快乐 也是最后新年的最后一日 那在这边也拜个最晚的晚年 祝大家今年都顺利平安 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天是元宵节 也是我们七堵区 一年一度的这个烟火节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停办两年了 那也算是我们七堵 真的是年度的盛事 那谢谢大家 列领我们七堵 七堵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的县市长 非常重视七堵 为了打造七堵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就业机会 包括七堵 我们七堵这个 附地相当的大 怎么样地尽其利民 善用我们七堵条件的一个优势 再次的感谢我们七堵市的所有乡亲 包括我们七堵区的今天 不会因为下雨 而对于我们烟火节有所 资料兴趣 也是大家很多的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个人非常高兴 尤其担任要卖向第六届的 难得看到我们县市长 尤其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重视到 提到我们七堵七 是七堵市最大一个七 那希望好好的在七堵七 好好的来应用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土地 好好的来规划我们七堵市未来的宴景 个人非常的敬佩 那今天下午宜芳也有来到现场 那也有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在做灯笼DIY 然后以及现场也有很多的表演 跟探车小吃 那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市政府 以及七堵区工作 还有我们锦销同仁 一起来完成这个活动 现场来了许多府会的贵宾 包括议长童子伟的秘书 蔡旺连前议长的秘书 还有暖暖区市议员连恩典 中山区市议员张炳钧 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消防局长陈龙辉 地政处处长王英哲 以及主办活动的七堵区公所区长等等 大家向到场的民众祝贺新年好 而活动也安排抽奖 许多的奖品让民众满载而归 其中最大奖是市长奖55寸的电视 由谢果良市长亲自抽出 让中奖的民众相当开心 现场可以说是喜气洋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在疫情趋缓后 再度举行元宵节观光艺文活动 邀请许多贵宾一起来参与 特别的是内政部长林佑昌也特别来参拜 感恩慈云寺的照顾 活动一开始是新任的内政部长林佑昌 特别到慈云寺来参拜致谢 感恩地方的栽培 国台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谢谢 今天是元宵节也是小过年 因为我前几天刚接任这个内政部长 刚接任内政部长 那所以趁着这个礼拜天 这个回来参拜我们各大庙 慈云寺 基隆依来最拿 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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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是满满的感恩之意 这个人说 这个贾规计爱拜取逃 人要有感恩的心 饮水要施缘 所以我今天特别回来跟所有基隆的乡亲 这个向各位来报告 然后另外也感谢大家过去的栽培 那我们过去半年 我做市场的时候 基隆市有很大的一个蜕变 那希望未来我在内政部也能够为国家跟社会 做更多的一个贡献跟努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一个支持跟栽培 满满的感恩 满满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今天是一个厚历的 正月十五 是说 修贵母的小姐 因为我们疫情这样虚缓 所以我们全市会复办那个疫务活动 也办过会话 司法 今天是元小姐完废 今天也是很光荣 我们内政部部长来庙里参拜 非常的感谢 非常谢谢 还有今天有好多节目 很多节目 也要祝福大家 那个新年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可以安心工作 安心上班 安心赚钱 谢谢 希望你们大家赚多钱 对 疫情过去 大家会赚大钱 努力的工作 会赚大钱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慈云寺元宵逸文活动持续多年 这两年因为疫情而停办 但地方人士都非常感恩慈云寺 多年来传承优良文化 推动逸文活动 关怀弱势的善行逸举 因此在今年恢复举办之后 纷纷来参加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长佟梓 立委蔡世英 与多位市议员都到场来祝福 谢谢台北非常多的朋友 在新春都特别请女师们去表演 我刚才跟女师傅聊天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武师台不仅在台湾很有名 跑到全世界到新加坡去了 刚才诸位跟我分享一个最重要的是 十几年前 慈云寺就赞助了他们一些经费 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 我觉得一个寺庙最重要的 不只是精神的传承 他能够在地域接听起 帮助当地所有需要 接受艺文帮助台庭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在归归两年以后 我们慈云寺再度举办我们的一五华会 那慈云寺过去这段时间 以前举办相关一五华会 与宵灯会的时候 都有许多的好朋友 来到现场来参加 那慈云过去也对我来参与 所以今天借着我们两年之后的第一次举办 慈云也特别来到这边 跟我们所有的四名好朋友 拜个年 年间就创建了慈云寺 其实是我们借用四大五秒 那其实我小时候其实 我妈妈常常带我来慈云寺 拜拜祖神是观音佛祖 那我们在这边祈求平安 那其实慈云寺办这个元宵节的活动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要感谢诸位一向这么热心 然后办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 藝文活动在回馈社会回馈地方 所以这是不是拜托大家 先给我们诸位一个掌声好不好 慈云寺元宵藝文活动 安排传统的武师表演 这是世界师王呂师傅龙师团 所带来的精彩舞师 吸引全场的目光 让新年的气氛相当浓厚 现场也安排视障朋友 带来的打鼓演出 充满了生命力的启发 另外慈云寺也很重视年轻朋友 也特别邀请了街舞团体 带来动感好看的舞蹈 获得满场的掌声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召开临时会预备会 并预定在2月23号开始 举行第一次的临时会 市议员们也提案 特别针对了哥哥罗政策 四阶新建案 长照节日照等问题 将要求市长谢国梁 和市政府相关局处提出报告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召开 第20届第12次临时会预备会 并且预定将在2月23号开始 举行第一次临时会 市议员郑文庭提案 关心市政府的哥哥罗政策 市议员陈冠宇提案 关心基隆各区儿童邮拒备 被拆除 以及市议员张耿辉 关心四阶新建案 市议员许瑞慈 关心长照服务涵盖率 评比最后一名 和市议员吕美玲 提案重视日照系统 以及据点够不够的问题 另外市议员郭美秀和张浩翰 则是关切邮轮预定3月 重回基隆港经营等问题 市议员林佩祥 关心成绩转运站工程 以及是否预留捷运轨道的问题 另外市议员郑凯林提出 关心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后续 等各项重大市政问题 要求谢国梁市长和市政府 相关局处官员提出相关报告 我想今天是我们第二十届议员 就是我跟杨秀玉副议长 第一次主持这个临时会的预备会 那准备是进入这个2月23号 要进入第一次 二十届第一次的临时会 那我想非常多的议员 不管民进党国民党各党派 都提出非常好的建议跟议案 我想包含这个新山水库 最近有缺水的问题 那包含我们现在邮轮要准备来上路 那市政府就定位了没 另外由于基隆市政府新上任的 优秀局处首长非常多 因此议会也要求每位局处首长 在市议会开会时 正式用PowerPoint投影片简报软体 自我介绍并且提出各局处未来施政的愿景 让议员以及市民朋友们 可以更加认识了解 市政府团队就定位之后 未来的施政方向和作为 那包含局处首长 我们这一次的报告事项 因为比较特别 第一次是二十届的第一次 那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新科议员来参与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局处长 所有的局处长在第一次的报告事项 来做自我介绍跟局处的愿景 跟局处的执掌 让议员还有民众都可以非常清楚 未来我们新市府团队 在就定位之后 每一个单位努力的方向 那我想这是对市民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盼 那我们接下来 会好好进行议会监督的工作 议长佟子委也强调 将和副议长杨秀玉合作 继续带领市议会监督市政府 做好各项市政建设 让基隆市的发展继续向前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市议会除了确定临时会召开的议案 议程和时间外 改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 四个委员会的成员和政府召集人也是重点 特别是财政委员会召集人 因为身兼基隆市议会预算联席审查会主席 备受重视在各党各派全力争取抽签下 最后命运之神让国民党籍连任六届的资深市议员何淑平 顺利担任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临时会预备会中 除了确定临时会召开的议案议程和时间之外 改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 四个审查委员会以及政府召集人也是重点 特别是依照惯例财政审查委员会召集人身兼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 主持预算审查会议备受重视 特别是这一届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由民进党和亲民党跨党派拿下 因此各有十二位议员的民进党以及国民党 对于争取联席审查会主席一直更是重视 双方各自联合友好的五党级议员 一开始三十一位市议员全部登记抽签 请全力抢只有七个名额的财政审查委员会 可以说是议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 不过再怎么激烈因为是抽签决定 最后命运之神比较眷顾国民党和五党级议员联军这边 拿下四个名额民进党议员方面只拿下三个名额 最后并推举出由连任六届的国民党级市议员何淑平 担任联席审查会主席 非常感谢议会同仁的支持 那我会不分党派跟全体议员为我们市民把关财政 要让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然后我们会跟全体议员一起努力 来为我们预算来把关 另外三个审查委员会都顺利选出召集人 民政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由五党级议员陈明健担任 建设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由民进党议员郑文婷担任 教育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则是由五党级议员张耿慧担纲 对于议员们之间彼此尊重 抽签以及协调 所产生出来的四个审查委员会委员 以及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的结果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也特别和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审查会主席何淑平 共同站在一起强调 基隆市议会将会不分党派 和彼此为名喉舌 也将共同监督基隆市政府的预算和施政 为市民朋友看紧荷包 我想基隆市议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跟杨秀玉副议长 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联盟 那我想为了基隆市政 为了基隆市的未来 本来就应该不分党派不分彼此 把议会议员的角色扮演好 那监督市政府 让市政府可以继续的好好的 让基隆市的继续向前行 那我想我们今天审查会主席 因为大家今天也有看到 今天是有史以来 31席议员都全部投入财政小组的抽签 那我想最后这个是签运的问题嘛 那我们也恭喜何淑平议员 来担任财政小组召集人 也就是审查会的主席 那我们未来一样会跟跨党派合作 我们共同的目标 其实都是监督市政府 这本来就是市议员的职责 我想不会有什么特别合作不合作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黄信宗亲会议举行112年的新春团拜 现场来了许多宗亲大会馆团聚 互道新年好身体健康新春如意 基隆黄信宗亲的团拜洋溢浓浓的在地人情味 除了向黄信祖先敬拜 大家也团拜互道新年好 强调健康最重要 现场新春气氛超浓厚 其中104岁的人瑞也到场参加 我们基隆黄信宗亲会新春团拜 我们这种所很早就来 全这个中央要在这里聚餐 现在过年的气氛 只在这里会贯 这里有感觉 我今天非常欢迎看到这种 中心大家非常踊跃 大家在身体健康 大家在身体健康 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宗长们发红包 让老老小小都超开心 祝福生宗亲爱的 我们地书厅 我们在边乘 顶空地书厅 还有我们的 我拿了 我拿了 来 祝福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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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大快乐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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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奇怪的就是因為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他們建議說他們老婆了 他們爸爸黃建智跟他們建議說 問你大家到底的時候 把紅包一個吃給他 那你真的開始說我理事長出一百塊 一百我出一百塊 那我就會這樣 喝的理事長給你 理事長出一百塊 再來就是正喝的 這個國情理事長出一百塊 我也出一百塊 我是會正正喝 我們正正喝台平理事長出一百塊 所以今年紅包一包四百塊 祝福大家事實如意 多謝多謝 黃姓在基隆市大姓 僅次於陳姓跟林姓 因為防疫的關係 許多中青說好久不見 而現場中青長輩們也希望 老中青能齊聚於堂 慎中追遠中性效替的優良互動傳統 繼續延續下去 也讓在地更加美好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再帶你來看是元宵節驚傳火災 基隆信二入一間三太子廟 元宵節清晨六點多 不明原因起火傳出爆炸聲響 附近的林芝一開始 還以為是松鼠物彩電線感的變壓器 沒有想到出門一看 這個火勢兇猛趕緊報警 大火熊熊燃燒 火蛇黑煙直衝天際 現場不斷傳出 噼啪噼啪聲響 5月凌晨5點多 基隆信二入一間鐵皮屋 二樓神壇突然起火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它裡面有新年 它裡面有很多新年 那個155兩車 我抓到一口在燈車 那碰碰到燈車 這幾天有4個5個禮拜 台北差不多7點 7點到6個禮拜 平常都沒有人 對 江府營墓在那邊 這間有實在嗎 有實在嗎 他在我剛才在燈農街的樓上 消防人員獲報火速抵達現場 發現二樓鐵皮屋已經陷入火海 這是現場有火焰 我們這次隨時啟動三個分隊的就在車輛跟能力 那到達現場之後 我們發覺是一個 一樓是專造的 那二樓是鐵皮屋 那二樓的鐵皮屋已經全面燃燒 火焰是轉出 那我們就使用戰術 包吻那個長路距離的步線 用所飛車的方式 以節省能力 那總共布相近20條的水件 那兩線 那兩線我們到達現場 又分三線 那我們是用泡沫的方式 來逐步的局限火勢 那進入之後 也詢勿周遭的鄰居 裡面沒有人傷困 那第一時間我們進入現場 一樓搜索二樓搜索 也沒有發現傷困 那剛好屋主到達現場 那我們也同步的詢問 那雖然有財務的損失 讓人家都按讚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這邊請您的餐廳 這裡請您先